全世界只有台北市立美術館 跟高雄市立美術館的館長 必須要站在議會接受資訊 我可以跟各位講實話 就是兩百萬 這算什麼呢 當然是很好笑 未來就是一直來 一直來一直來 所以你要不要他都會一直來 下一階段也不能只有給我祝福 各位非時中醫宿網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時中醫週報 我是主播張行直 日前北美館莫內花園展 下代高人氣隆重登場 高美館緊接著推出 畫作風格兼具優雅與憂傷的 莫迪利亞妮與她的朋友特展 在台灣這些重量級特展 美開展並引起旋風 例如北美館的高庚 故宮的飯骨 石博館的米勒 當時陸上招牌隨處可見 新聞媒體真相採訪 排隊參觀的盛況 可媲美歐美韓國偶像來台的演唱會 鄉行之下 莫迪利亞妮特展 媒體宣傳效益上遠不及上述 所提及的北部特展 票房人氣連帶裡也受到了影響 只是令人好奇的是 這些票房高居不下的展 是否就是所謂的好展覽 而所謂好展覽 又是否與媒體效益有關 美術館的意義是什麼 美術館的地位究竟在哪裡 我們都知道 美術館是一個國家藝術文化發展的表征 而台灣的公共政策則影響了 美術館的使用與功能 在台灣 公立美術館特展經營模式引起議論不斷 日前台灣藝術家陳介仁 批評北美館舉辦特展 沦為追逐票房及媒體效應 北美館館方具體拿出 觀眾票房數據作為最有力的辯駁 指出北美館在台灣民眾心中 仍是最受歡迎的展館 台灣公立美術館真的都以票房好壞 作為成功與否的唯一指標嗎 《其中一週報》深入南台灣高手美術館 帶你從莫地利亞尼一展解析特展現象 《世界的愛馬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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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全世界一個悲劇 那個民眾現在就是 他用精品效應來看 講到愛馬仕一定要是薄金包 其實你要跟她講 愛馬仕的後面背景的資料 她並不是不想聽 而是她始終不曉得 所以她到最後是找到一個辨識的形象 这要花很多很多的心思 因为所有的专业表现 其实不是在于会挑 会选辨识度很高 那一般的人只要上网查一查 甚至我们用Google image 一交叠出来最常出现的image 你一挑每一个人都可以变成策展人 但是我们在专业之间 就是靠着你说我需要什么样的东西 或是说我为什么需要这些东西 因为你的诠释呈现 或是说进购出来的scenario 吸引人 你可以带出他们这个脉络传统 或是观点 他才可能帮助你 即使是这个做得很好的灾难 出去如果没有更建设性 或是说他们有一个后续的 这个发展其实蛮可惜 为什么很坚持他必须要在地化 高雄做一个工业城市 做一个移民城市 他很辛苦 他过去没有资源 没有丰厚的人文底蕴 可是他不能没有未来 对我们来讲 其实藏着很多非常严肃的讯息 包括对做特展的态度 对这个城市的想象 对台湾的美术馆发展 怎么样透过我们二三十年的积累 去赢得信任 而不是单纯都是拿钱来换 经营高美观一个坚持 特展不可以压缩到你既定的展览 或是program的方向 所以国际化在做什么 透过专业才可能在国际的场域上 有完全不一样的景观 要不然高雄连发音都发不出来 当然很感谢因为有特展 可以在瞬间做这个聚焦的动作 让我们自我检验 可是如果机制没有建立 你永远看不到自己的缺失 在检讨美术馆的时候 往往会拿出皮克斯做案例 可是大家从来没有检讨高美馆 为什么 包括皮克斯的团队的本身 因为他们讲了一句话 从2007年巡回来 第十一站这个馆做得最好 而且那时候其实考验了一个馆长的最后的底线 所以其实我把它定调成它就是一个教育者 我的观众要明白美国的动画 跟其他两大系统的不同 特展到最后我还是蛮坚持 它是自我检验最严格的检验机制 因为对内去看自己团队的专业性 那对外呢 你说人气 什么指标 媒体的评价 专业人的评论 跟它同时要检查 这个里里外外上上下下等等 任何一个百分之百公布门之下 它拥有的公共空间机制 它当然最大的就是捍卫工艺性 那捍卫工艺性的这个过程 绝对不降低品位和品质 如果没有大众传媒去做promotion的这个动作 其实蛮辛苦的 可是相对来讲 这个悲剧就会出现在我们这种没有经费的馆 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会说你们宅栏做得更好 可是它没有一个管道 我不可能有用打广告的这个方式来促销一个展览 当我们有签下媒体广告的时候 大家会拼命地在帮我们 因为你觉得我们 We deserve it 我应该要讲 其实我们要非常感谢媒体当初的这个投入 可是当它没有内容的时候 怎么办 不会说它没有在地话 你永远在台本别人的时候 怎么办 经费去年台北将近四亿 我们这里只有一亿五千多万 国务馆可以有三百多人工作人员 我连我在内只有六十五个人 所以你没有办法 你如果真的要量化 我们只能说在两年内 参观人是从三十万变成六十三万 再过来我们的外来参观人口 从四成五到今年可以将近六成 如果我们用绩效 或用一亿五千万的投资报酬率 有哪一个机构可以跟我们比 台北的特产可以发展成这样子 它一定有它的效益 它的价值 我们当然会羡慕台北 一个特产可以集资到一亿多 我一整年的预算 可是问题是说 如果到最后它的品位品质 或是素养并没有提升的话 那也是悲剧 关心美术馆的发展 从83年走到今天 是我们人才培养得很精彩 但是到最后是机构体制 甚至整个文化的政策没有跟上 我们起码要说服台湾民众 有这个高美馆之前和之后 有巨大的差别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四五年高雄的崛起 这个是一个在地的力量 到最后我还是期待 公共部门的文教机构 还是要法人化 如果全世界只有台北市立美术馆 跟高雄市立美术馆的馆长 必须要站在一位接受持续 可是我非常尊重制度 我也相信体制 问题它不合理的地方 你必须要调整 那这个馆的可爱 就是它很习惯 只有这么少人 然后只是它过去 不相信自己可以做到这个程度 到目前为了调整 你不要给我阻力就好了 但是下一阶段 不能只有给我祝福 我们都知道美术馆的宗旨 是在终身学习与全民教育 但若政府只能提供有限的配额补助 在不得已的情况下 美术馆必须积极寻求财路 以维系营运 只是当美术馆碰到区域性限制 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 如何在展览预算中平衡支配 以不违背当初策展的初衷 这也许是在这一波 特展现象延消之际 观众朋友值得思考的问题 是《终于周报》 我们下周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